我在预备的时候呢 我一直在想找到一个很好的故事或者见证 来向你们表达保罗为以赴索教会的这个不平凡的祷告 所具有的力量 荣耀和恩慈 但是呢 从周一到周五 我一直失所都没有找到一个很贴切的故事 你知道孩子们总是希望牧师要讲一个故事才结束 但是结果呢 昨天我收到了一封信 一封真实的一间教会写给另一间教会的信 就是写给你们的信 我请同工切换一下PPT 在美国福吉尼亚州夏洛维尔市的三一长老教会 写了一封给秋雨三月教会弟兄姐妹的信 并且他们找人翻译成的中文 我给大家读这一封信 亲爱的秋雨教会 以及所有可能会读到或听到这封信的中国弟兄姐妹 这是一封来自美国福吉尼亚 夏洛维尔市在耶稣基督里的祝福 乍看起来你们接到这封信 似乎很奇怪 因为我们之间远隔重阳 你们对我们一无所知 然而我们确实知道你们 透过基督教会连接的关系和遍布中国的友谊 并一直不断地为你们祈祷 这虽然看起来奇怪 但在神的眼里并不奇怪 因为我们实际上是一个大家庭 我们享有同样的血缘 主耶稣基督 所以这封信实际上不过是一封 关于爱和鼓励的家庭信件 当你们受苦时 全球教会都感同身受 当你们坚定地站在信仰中 信靠主耶稣基督时 全球教会的信仰信心 就都会受到鼓励并成长 亲爱的家人 事情是这样的 在及时的获得 你们在过去的几个月里 面临困难考验的消息之后 我们整个教会都被告知了你们的事件 为你们祷告的请求 已经发出 我们都在为你们祈祷 我也收到很多人的电子邮件 他们告诉我 他们在为你们祈祷 并且想知道更多关于你们的事情 王一牧师和其他人 最初被拘留的第二天是一个礼拜天 早晨在我们教会 我们举行了我们的敬拜四奉 许多人都来向我问你们教会的情况 事实上在我们喝咖啡时 我们的一个中国成员 我们教会有相当数量的中国弟兄姐妹 问及你们自念的更多细节 当他了解到你们所面对的困境时 他的眼里顿时充满了泪水 他很悲伤地意识到 他和他的同伴们 在我们这里的礼拜天敬拜 和你们这些在中国的弟兄姐妹 这面临的相比有多么大的不同 在你们被抓后 我们这个礼拜天的敬拜 立刻变成一个和平时 完全不同的主日敬拜 在收到我的解释 你们的被拘捕和信仰的信息后 我们的一位牧师沃尔特经 立即改变了他的讲道内容 就在他要宣讲的前一天 我起初没有意识到这些 一直到他在我们教会 超过一千位会友的面前 以一个极有冲击力的问题 耶稣是否值得来开始他的讲道时 我才意识到他改变了讲道的题目 牧师沃尔特传讲了 什么是在耶稣里面真实的信仰 以及所要付的代价 他直接提到你们和中国的教会 面对的思念和逼迫 整个礼拜堂的气氛很沉重 人们的心灵受到极大冲击 我们的祈祷是我们的信仰 会被加深被感动 我扫了一眼我们的会众 并想到所有在场的人 我意识到对我们来说 那天早晨本来最大的压力是 当我们预备来教堂的时候 要穿哪件衬衫 或者确保我们的孩子在车上 没有弄脏裤子的情况下 下车 我又意识到和我们比较起来 你们每个人醒来准备去教会的时候 所面对的压力 不是哪件衬衫看起来不错 而是你们是否会穿上裘服 不是你们的孩子们是否会变脏 而是你会不会再看见他们 但因为你们对于耶稣的忠心 你们无怨无悔地接受这一切 想到这些使我们更加幸福 并深受鼓舞 耶稣值得吗 你们的信仰信心已经向我们证明 它的确是值得的 尽管我们目前不用面对你们所面临的困境 但我祈祷如果我们有一天也要面对同样的试炼 我们会记住你们坚定的信仰 能像你们一样谦卑但坚定地站在耶稣基督里 谢谢你们通过你们的眼泪和信念来教导我们 亲爱的家人 请不要忘记我们跨阳越海 与你们站在一起 一同扎根在耶稣基督里面 凯文说页是宣教部的主任 这代表三英党的联合会 我们一起听众来打赏